菲律賓 耶誕假期 暴雨成災 超過四萬居民被迫緊急撤離 畫面中可以看到大浪是衝破了圍梨 打到了岸上 民宅嚴重泡水 小朋友抓著臉盆 不斷地把水往外倒 而救難隊員同樣是忙翻了天 急忙拉繩索 疏散當地的居民 這場進前性的豪雨淹沒了 南部明達納爾島 金戈閣市 幾乎是全泡在水中 目前已知至少八人死亡 十九人下落不明 將近四萬六千名居民 緊急撤離案子